自序 仅知其原籍封城 原为博学鸿汝 深究经事 兼经佛乘 曾犹遍名山圣地 诸获一人传授 道门心法真诀 终而入道 请道贤年间入属 在经之自贡市 傅顺等地 设葬寿徒时有余年 日系讲解老子道德经 即传统养生金工 门下不下数千人 清传《道德经注释》一书 其门人又将其语录 传及成册 并经皇室合正 曾乐与唐语录 此二书均于光绪年间 刻印文史 民国初年 由四川俊尼先坊重刊 后又有成都、镇江、香港、泰国等版本 皇室著作属为道家及气功界人士所推崇 当代养生学大师陈英宁氏 曾推许皇室二书为道门必读之书 建国以来 特别经过十年浩劫以后 皇室著作在海内已极少流传 黄元吉之名已鲜为人知 但皇室二书可说是历代《丹经道书》中 论述性命双修养生进宫之巨主 书里详明功法具体 容三教真传于一卢 道前人所谓道 一少古来丹经 枯涉玄傲 多用隐语秘词之笔 而不识妙语如诛 引人入胜 台湾版乐玉堂语录 萧天时序评价皇室著作云 虽为道极 实可视为三教真传之要点 言言通大道 字字指千景 且多谢千古来丹经之所谓谢 指千古来道典之所谓之 说理朴实而不傲 数亿今生而一鸣 传绝学 极尽简单小畅之能 尽人可解 谈功夫 极尽条理畅达之妙 尽人可行 皇室门人也于道德经注释序中说 先生之注 句句在身心上立论 由亲切不服 此正本清源之血 尽性立命之功 成非他书所可比 这些推崇之词 并非过分 于编撰本书 以改编乐玉堂语录为主 监宗以收入道德经注释部分注文 作为补充 并略加注释 语录一书 应是皇室随时讲学之记录 内容不免杂乱重复 因此择其精要 按原文所论题目 分门别类加以整理 列为玄冠一窍 玄品之门 真意 明信贱信 精气神 坎离交构 与乾坤交构 运转合车 采炼火候等章 未免遗漏皇室著作之精华 定立其他秘传真诀一章 以收纳之 最后辟结论一章 收入道德经注释著文结尾时 之全功论述 以及皇室授图结管时 对门人所作结语 共成十章之书 本中大小题目 均为编者所加 本书之出版 将使读者得亏 皇室原著之精华 使一代气功宗师之著作 重建于世 得以发扬光大 皇室著作广博精神 却又明白易懂 包括与贯穿 养生进功各个领域 且极富实践经验之介绍 颇具特色 堪称绝学 故意养生进功新法明知 编者之注释 不过结合本人 初浅之练功体会 即对皇室著作之初步理解 略起画龙点睛作用而已 其中错误在所难免 尚望海内外高显指正 编者相信 学者如此此一策 惊严而勤袭之 自考自证 亦不难登 传统养生进功之堂奥 秋灵 1987年中秋 与阳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